對 在做也算做SIPI 那我對老師的印象就是 老師是我從這輩子來遇過最厲害 就是智商最高的高人 為什麼我可以證實這件事情 其實我2016年畢業到現在也是實際 我遇到無數中央畢業的學生 我們就一定要靠教練 像大在手 取得彼此的信任感 所以我們一致就是透過蘇老師的 就是 大家對高老師 對蘇老師的一致的評比就是說 欸 那個 我覺得蘇老師是我遇過的智商最高的老師 他說欸 對我也是 大部分都是大選 大選五八萬區域比較大 區域還大 那也就是說 蘇老師在大學生心目中是 評比非常的高 就是 對 所以 感謝老師的栽培就是 讓我們現在 能夠在那個 Segg & K 這塊 能夠在業界 贊助獎物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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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非常感激 大家好 是1998年畢業的副委層 目前 目前主要 目前主要是自己出來做光火方面的IT 賣給人 現在做了一般的FB2工廠 那 那 大概一樣 請幫我 對 OK 阿 謝謝 老師 學長學學弟妹 大家好 我叫季順明 然後 我是 86年 中央畢業 我後來就工作 2006年 在 交大畢業 所以 我目前 認識於那個 美商 新式科技 就是 Synetix 在做那個 product testing 跟 earing enhancement 的這一塊 那 算是跟原本老師 最早的本業有點 關係 那 我 我非常感謝 老師 我在這裡 特別提到就是說 我當時 來念 Master 是因為 我那時候在 前一份工作做到 差點過勞死 所以 阿 這是真的 然後我就 就 就是 來 來 這個 跟素老師 那素老師 給我 非常大的幫忙 就是 他在我人生最 最艱難的時候 給我 就是說 問我說 你要不要從 part time 轉 4 time 這樣 那他給我一個 跟 4 time 一樣的特權 還有那個 非常嚴格的鞭策 就是那個 一個禮拜 兩次的 對 那到現在還非常的 受用 一直 包括我那時候學習的 所以我是 少數能夠 我覺得 可以從最 front end 還是 design 到最 back end 的封測到包括 quality control 這一塊都有一個 基本的了解 那我在這裡 才是非常感謝老師 謝謝 老師師母 各位學長 學弟學妹們 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我是1996年 在中央畢業的 所持人學生 那我現在 我現在 我叫嚴慶吧 那我現在 任職於 臺灣店 那我們做的是 Freshman 那 那 老師是我生命中的貴人 那我在學校 面的東西呢 老師選了一些 一些教程 那 到現在我都還可以用 那 我覺得很 很受用 那我這當中 這十幾年 那